和下面这五种类型男人在一起生活会让女人特别委屈 我真的希望没有你家那一位 第一种 防着你的 尤其是在财产上防着你的 女人觉得和她是一家人 可是男人呢 看起来也会每个月交一点点工资 可实际上 工资 奖金 还有各种理财 甚至买房子都不让女人知道具体数额 如果和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 会让女人的感觉自己始终是一个外人 那第二种 会做人设的 在外人面前她稳重 靠谱 谦虚 还特别会照顾你 所有人都认为你嫁给她真是享福去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当她回到家 对你好不理睬 你的任何情绪都和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等你实在忍受不了了 你吐槽她的时候 那别人还会觉得都是你的错 发脾气的是你 无理取道的还是你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 女人有苦说不出 一旦说了 自己就是那个坏人 第三种 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不管你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错的都是你 所以想要解决问题就得女人道歉 承认自己错了 不然他就是会给你甩脸子 会和你冷战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 女人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第四种 拒绝沟通 只想逃避的 这种男人不管是和外人还是和老婆 只要出现一点点问题呢 他就会去逃避 或者想要逃避 他不想沟通 更不会沟通 时时刻刻 他都会让女人独自去面对问题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 女人会有深深的无助感 好像觉得什么事都是自己在扛 但是扛也扛不下去 第五种 大事做不了 小事看不上的 这种男人总想着自己能赚大钱 干大事业 所以对于小一点的工作 永远都是看不上的 眼高手低 最后一事无成 和这种男人在一起 会让女人觉得生活没有盼头 不仅要养着孩子父母 还得养着这个男人 感谢观看